各位朋友大家好,我是MAG大叔 今天就來到永和區的寶哥酸辣牛肉乾拌麵 這是這家店的招牌 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就距離夏愛宜小吃店很近 好,那我一位 你一位嗎?你要跟我一位? 好,謝謝 聲音感覺還蠻好的 謝謝 那我得燙青菜 感覺單子變爆多了 大概20分鐘 不好意思喔 還是你要坐這邊 內用 那這邊有些小菜 可以看一下 那這邊就是自餐區 用餐區就快速的照一下 那這個就是全部的菜單 不好意思,請問什麼是雙味蒜辣乾拌麵 牛肉加牛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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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點這樣 因為那個永和人社團爆的時候 應該就先一兩邊爆針了 謝謝 來 好 好,那菜單在牆上也有,可以看一下 好,那店裡就是感覺有點文青的感覺 那可以想問一下,就是你們從哪裡搬過來的嗎? 我們啊,從那個保餅路 前面那個210號那邊 那也是 對 一個牛肉 然後一個XO醬 好 所以應該也是開滿久的吧 那那邊也是滿久的 那也是 好,謝謝 好,那就是也是一間老店 好,那後面這邊就是各種調味料都有 也有辣椒啊,醬油這些 謝謝 好,我先照一下這邊的地址是 新北市永和區保平路11向2弄2-2號 欸,BOX,因為我怕你們新店找不到那個 營業時間 請問一下你們營業時間是 我們是11點半到下午2點 然後 秋到5點 5點再到8點半 還是,有公休嗎? 目前還沒有 目前還沒有,謝謝 好,店家的聲音真是滿好的 好,這個應該是我的 應該我有點一份豬耳朵 好,那就只能等了 好,那現在就吃吃看 這個就是這裡的豬耳朵 哈哈,沒有切斷 好,那現在就吃吃看 那這裡面燈光燒會會暗一點 嗯 嗯 好,這個脆骨很脆 然後滷的感覺上像是這種外神式的口味 就是耳朵它有一些香料的味道 好啊 然後加上醬油膏跟馬油,還有這個蔥花 它就 滿像一個眷村式小菜的感覺 就有那種眷村味 嗯 嗯 嗯 它耳朵有冰過 所以就有點冰冰涼涼涼的感覺 還不錯 那分數我覺得是90分 那店員也滿親切的 好,謝謝 謝謝喔 嗯 嗯 然後它有淋上醬油膏 所以就是甜鹹甜鹹的滋味 嗯 嗯 還不過啦 還不錯啦 嗯 就 稍微有點肥滋滋 然後焦菊跟這個軟骨 嗯 嗯 嗯 好,OK 好,這90分 嗯 好,那這個就是酸味酸辣乾拌麵 裡面就是有 有牛肉跟牛肚 好,那拌開時間跳過 好,現在就來吃吃看 剛剛有長一點 它這個調味好像還不錯 好,那邊就是有那個 花 油波辣子那種東西 它裡面還有加醋 好,就是甜酸甜酸,然後這樣微微的辣啊 我想要再辣一點 好,現在再吃吃看 好,現在再吃吃看 它原始的味道大概是小辣左右 嗯 嗯 口味還不錯喔 就是一個很外省式的口味 然後牛肚燉煮的很入味 嗯 好吃 好,麵條蠻Q彈的 嗯,好吃 這有越吃越開胃的感覺 嗯,好吃 好,這個M沙我會喜歡 它這面條很Q彈 嗯,嗯,嗯 好,讚喔 好,我想要大狗大 所以就對我自己啦 現在大概被我調到類似中辣左右 還蠻好吃的 這個麵的分數我覺得是92分 還蠻好吃的 它這個醬料口味也蠻好的 讚 還有點這個辣椒渣在裡面 口味就是有點酸酸辣辣酸辣辣的 好吃 很開胃喔 我個人覺得還蠻讚的啊 這個酸味酸辣乾拌麵還蠻好吃的喔 讚 好那就等各位朋友來嘗嘗看 我份量算是小碗 好那最後就只剩一個麻辣鴨血還沒來 我也點個麻辣鴨 不好意思喔 喔不會不會 不好意思喔 喔不會不會不會 超麻 好這個本日最後一道麻辣鴨血 要吃看看啊 感覺粉嫩嫩粉嫩嫩的感覺喔 現在就吃吃看 不錯啦 這家的麻辣湯頭口味還不錯 這個辣是蠻溫和的喔 就有減辣 就是有減辣減油 算是有改良啦 口味沒有那麼重 然後蠻適合在夏天吃的 算是輕麻輕辣的感覺 然後鴨血蠻嫩的 然後還有一點這個金針菇 好不錯喔 蠻嫩的 好OK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搭配這樣蔬菜這樣吃 口味還蠻清爽的 好 那口味上的話蠻適合年輕人來吃的喔 那各位朋友可以來吃吃看 然後麻辣鴨血我覺得分數是88分 因為我稍微喜歡香料味重一點 是我個人的關係 鴨血倒是還蠻嫩的 好不錯 調味算是比較輕柔 好那就看個人喔 還OK 我剛吃的這裡面配料它有那個蒜苗 好不錯 好那總共是210元 好謝謝 小菜還沒切啊 沒有它還沒法 所以我應該 然後其實好好講一下 這兩碗麵吃 應該沒錯啊 覺得你們乾拌麵有點類似這種外顯式口味的 外顯式口味的 對 外顯式口味的 嗯嗯嗯 抱歉抱歉抱歉 好謝謝 好謝謝 謝謝 好這個招牌燈還蠻漂亮的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然後祝各位有愉快的一天 掰掰